這幾天和幾個美國的華人朋友聊了聊美國人對華人 尤其是對中國人的看法 這幾年基本上世界各地好像都在辱華 連東南亞這種華人很多的地方似乎對中國的印象也越來越差了 記得黃明志剛出玻璃心時 我想著這種歌應該也就是臺灣人還有國內的反賊會一遍一遍的聽了 結果讓我吃驚的是 新加坡的電臺也會放玻璃心 我剛剛看了下,這首歌的播放量現在已經3600萬了 這個數字在中國以外的華人圈已經算是頂流了 看來中國有所不滿的人確實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挺適合討論一下 就是為什麽現在世界各地好像都不喜歡中國人 越來越針對中國人了 大家是不是覺得這個問題很合理 其實這個問題不一定對 就好像今天我們討論為什麽美國民主很失敗一樣 我在問問問題的時候就已經設定了一個不一定對的前置條件 比較讓我驚訝的是 我問了幾個美國華人朋友 他們告訴我的是沒有覺得自己受到什麽明顯的歧視或者針對 也沒有覺得美國人對中國有多大的敵視 確實存在一些華人在美國被毆打或者槍擊的事件 但是相比於海量的類似事件 華人被攻擊的比例並不大 不排除有些人在骨子裏看華人不順眼 但是一般人不會表現在臉上 而勇於表達歧視的人 大部分華人不一定遇得到他們 因為多數華人住在富人區 反而是根據我的觀察 在東南亞存在本地華人歧視一些外來務工中國人的現象 這個現象其實也比較容易理解 因為美國對低端職位的簽證把控的很嚴 導致大部分中國人在美國做的都是中高端的職位 我們拿半導體行業舉例 美國公司裏的操作員技術員 這種技術含量相對低一些的職位 基本上都是本地人 東南亞就不一樣了 很多低端職位被中國人印度人和孟加拉人給幹了 這個就讓當地人有了驕傲的本錢 你要歧視一個人 首先得確保你比他強 你屌絲你針對的動馬雲 美國平均收入最高的種族是印度裔 然後是菲律賓裔華裔 華裔的家庭平均年收入中位數是85000美元 高於一般美國家庭的61000美元 所以華人在美國混的還是不錯的 相比較而言 來新加坡武功的中國人 收入就不如本地人了 所以本地人天然有一些心理優勢 當然如果你學歷不錯 在新加坡做一些中高端的職位 本地人也不會無聊到 非要因為你是中國人來歧視你或者針對你 我想說的是那種發自內心的歧視 或者針對 通常是因為收入差距 社會地位差距所產生的一種正常現象 所以我先說一個可能和大部分嘴炮YouTuber不太一樣的結論 就是所有媒體宣傳的所謂的針對廣義上的中國人這個現象 基本上是在可控範圍內的 海外的人不會對中國人特別的友好 也不會特別的不友好 如果一個中國人在海外覺得不習慣或者被欺負 大體上要么是你從事的工作不夠高大上 要么是你的語言不過關 社會融入度低 就像農民工去城市裏打工 鎮的不一定比大學生少 但是素質低點的大學生還是會對農民工表示不屑 一個廣東人跑去東北生活 但是堅持說粵語 只和廣東的朋友待在一起 肯定也是容易被欺負的 我認為這個是正常現象 中國的那種把中文說的急憋角的洋垃圾捧得很高的現象才是不正常的 當然我也知道我的價值觀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樣 我這個人過於現實 對於我來說 只要不耽誤我甚至加薪 不耽誤我做我喜歡的事情 在其他方面對我好點差點我都無所謂的 有些朋友可能還是會被網絡上的聲音或者個別政府的一些動作搞得心裡很難受 比如說前兩天不少朋友留言問我 對美國開民主峰會不邀請新加坡怎麽看 你去問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根本就不知道這個事 新加坡人比你美國人有錢 去開你的美國民主大會有工資發嗎 沒工資發你裝個啥逼 我順便看了下現在youtube上民主峰會的播放量 這都過去8天了 就三五萬的播放量 哥要是替他們做個精華版 三五十萬的播放量總是應該要有的 還不如把經費給我 咱們還是回到主題 海外確實有些人對中國人比較反感 這兩年針對中國這個主體的語言攻擊也變多了 首先我們要把海外的聲音分成兩部分 這樣大家理解起來比較清晰 一部分是說中文的人 另外一部分就是說外語的了 說中文的大體上主要集中在台灣,香港,東南亞,美國,日本等等 台灣有2300萬說中文的 東南亞有3000多萬華人 能說中文的應該有個接近2000萬 美國有350萬華人 200萬個能說中文應該也總是有的 當然還有一部分翻牆的中國人 這部分我沒法估 可能 我是說可能 也有超過千萬的數量吧 總體來說 出了中國的局域網 四五千萬個能說中文的人應該是有的 那你說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 以及翻牆出來的中國人 是不是以支持中國為主 並不是 大部分人應該是無所謂的態度 這個咱們可以從YouTube上的點擊量看出來 老高應該是華人YouTuber裏的頂流了 他的一些比較好的視頻 可以達到七八百萬的點擊 同樣 政論圈裏的頂流文招也就只有五六十萬的點擊了 十幾倍的差距 但是我們也不能說在中國的局域網之外 華人就都是保持中立的 拿觀察者網在YouTube上的數據來說 能有個三五萬的點擊就不錯了 可以說是被文招吊打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小結論 就是大部分華人對政治不感興趣 但是感興趣的華人裏以反對中國的為主 YouTuber的收益和點擊率是掛過的 如果在YouTube上反對中國的流量 是支持中國流量的十幾倍 作為一個YouTuber從理性的角度來考慮 到底應該選擇什麽方向呢 所以在YouTube上 還是以罵中國為主的YouTuber比較多 至於說為什麽我這麽愛算計的人 不往死裏罵中國的 咱們說句不要臉的話 你讓我花點時間 找點刁鑽的角度罵共產黨 那應該罵的比文招要好 流量不會比他低 但是我前面也說了 第一我受不了別人耽誤我加薪升職 意思就是不談YouTube收入 我本來的收入就不低 第二我要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新加坡和中國都是不被美國民主峰會邀請的國家 哥的價值觀就是和美國那套不挨著 你讓我做個三五七還行 天天做我真的是受不了 再一個咱們也毫不亢言的說 做了反賊 在共產黨滅亡之前就回不了中國了 我父母他們就是愛待在國內 而且哥祖坟還在中國 所以對於我來說這種多賺點錢的吸引力就很小了 咱這話說的夠直白吧 有些愛黑我的觀眾 其實根本不用你黑我 在你之前我都已經自我拋棄過了 但是我這種情況比較少 因為大部分YouTuber都是全職的 都指著這份工作吃飯的 為了多賺錢 只能幹起反中的生意 而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幹這個生意的時候 內卷就開始了 咱們就不點名了 總之一些訂閱也不少的反賊 現在的觀看量也是挺慘淡的 不是說反共的人變少了 而是各種反賊新人也在搶流量 新人們一方面製作更加精良 另外一方面觀點更加犀利 相反的 支持中國這方因為掙不著多少錢 高手就少 大多都是掙個辛苦錢 基本上看不到什麽新人 也必須承認 這個和B站等中國視頻網站崛起有關 愛國視頻還是在國內比較好賺 人多嘛 但是國內要發的話 很多敏感的事情就不能碰 另外話要說的簡單直白加熱血 因為大陸90%的網民學歷都是低於本科的 這個就導致國內很火的視頻 在YouTube上就混不開 所以很可能在中國是百萬大V 在YouTube上就成了小咖 除了大部分KOL是反賊持續黑中國之外 中國的戰狼小粉紅 也是給中國招黑的一個主要原因 在YouTube上很多YouTuber 把戰狼小粉紅定義的比較廣 只要支持中國的都是戰狼小粉紅 我的標準不太一樣 我覺得如果今天有人侮辱中國 作為一個中國人去罵他 這個就算不上戰狼 正當防衛嘛 如果今天一個人因為別人批評了一下中國 或者沒舔 共產黨就開罵 那就算得上是戰狼小粉紅了 像我就經常被小粉紅罵 有時候還連帶著新加坡一起被罵 假設這個小粉紅不是反串的 那真的就是大腦發育的不夠完善 你說你攻擊我或者新加坡有什麽意義呢 你罵罵我也就算了 你整天扯新加坡淡完小國 遲早要完蛋這些 能對中國起到什麽正向的幫助 只會引起他人的反感 但是小粉紅他不管這些 他就只管發洩完自己的情緒 然後沉浸在自己好愛國的自我感動中無法自拔 很多華人 尤其是東南亞的華人 因為小粉紅這個神奇的存在 就對中國產生了反感 這些還都是外在的原因 也有一些內在的原因觸發了部分華人的反中情緒 這個其中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落差感 中國發展的太快了 快到一個人只需要小半輩子就能看到一個浮沿遼闊的國家 從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 在這個過程中 但凡是在中國有點腦子的社會精英 很容易獲得大量的資源以及階級的躍身 這在階級已經比較固化的發達國家裏就很難做到了 作為一個出國的中國人 或者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 尤其是大陸周邊的華人 有些人他就比較難以接受了 馬雲賺多少錢一般人都不會嫉妒 但是可能都受不了周圍的親戚朋友突然富起來 人就是這麽個複雜的動物 就是嫌你窮怕你富 所以不少層次不高的海外華人 反而無法接受中國的崛起 當你無法接受一個人比你有錢的時候 通常中國人最愛說的 就是這個人是個爆發戶而已 他以前不過是什麽什麽的 水平很差的 遲早會垮 沒辦法在物質上擊敗別人 那就只能在精神上自我勝利了 因此移民海外的中國人 通常越窮的越恨國 越有錢的對中國的感情反而越純粹 因爲對他們來說愛國不會涉及到自我否定 當然我不是說我愛國 我從來沒說過 用這樣一個觀點就比較容易解釋 爲什麽香港那些人可以接受英國不給他們民主 但是無法接受中國給他們部分民主 也可以解釋大陸喊了70年收復臺灣 但是爲什麽只有這十幾年臺灣反中的比例越來越高 還有爲什麽移民海外的中國人 越年輕的看起來越愛國 因爲現在很少有人偷逗出來洗盤子了 大部分年輕人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能出來的大多收入很好 或者未來可期 不過這可能還是無法解釋 在東南亞有不少華人這些年非常反感中國 他們的收入也很高 這個裏面可能有一小部分是被小粉紅印給洗黑了的 但是絕大部分並不是 這個主要原因還是因爲東南亞的不少華人 已經不是以中文為母語了 主要接受的是西方的價值觀和資訊 其實我們是可以把這部分的華人當做西方人的 這個並不是西方人的專利 其實當年蘇聯在全世界推行共產主義的時候 也是這麽個邏輯 蘇聯人看的不是你的種族,而是價值觀 只要價值觀一樣,就是一家人 西方人看中國就不是從親戚的角度來看了 更多的是從利益的角度出發 一個很明顯的現象 你可能經常會聽到臺灣、香港、東南亞的人說中國遊客素質低 可是西方國家拿著大說特說的人就比較少 咱們不能否認很多中國大媽素質很低 但是站在商家的角度來說 最重要的是要能賺到客戶的錢 壹邊賺著客戶的錢壹邊瞧不起他 這個邏輯是有點怪的 而且外國人我也真的是見多了 老外裏素質低的也很多 像老美高素質的人真的是非常的有修養 但是低素質的哪是真的低 總的來看我覺得日本在這方面綜合起來還是比較好 這點值得學習 回過頭來說西方人對中國的態度 我覺得他們是偏理性的 西方的精英和媒體去針對中國 不是壹個衝動的決定 把西方對中國的針對 歸罪於小粉紅也是不對的 大部分小粉紅他就不會說英語 當然有些人可能會拿這幾天普通大學的事情來說 我看了下 他的起義不是西方和東方的衝突 而是中國人的內戰 燒到後面變成了言論自由的事了 這事我稍微說幾句 我不支持小粉紅的做法 做人做事如果沒有強大到能夠打破規則 就壹定要學習如何在規則內解決問題 妳不能把中國的那套舉報封殺也拿來美國用 人家反對64的鎮壓 妳就應該提出理由說明為什麽要鎮壓 如果妳堅持只能用中國的方式解決問題 妳就不要去美國讀書 就是這麽簡單 有些西方人對中國人會比較反感的壹個原因 就是中國移民的社會融入度極低 不是說妳支持中國 妳就不願意融入西方社會了 大部分反賊也是壹樣的 去到國外還是只能在華人社區混 吃著中餐,上著中文網站 罵著中國的人 喜歡用中國的方法解決問題 包括我 融入度其實也沒有那麽高 還是脫離不了中國的影響 這個原因應該有很多 中國人有落葉歸根的習俗 很難把移民去的地方真正的當成自己的家鄉 另外漢族在中國是壹個極強勢的種族 壹出來之後突然變成少數民族了 而且在中國做事講究個人情往來 國外其實也是壹樣 但是妳語言通常不過關 很多人情事故 都是通過壹個眼神 壹點點聲調的變化來達成的 所以中國人就比其他已經有語言背景的移民難適應了 因為不適應 所以就更習慣和自己人待在壹起 壹不小心就把自己困在舒適區了 妳的舒適區就讓本地居民不舒服了 因此很多國家可能就不會那麽喜歡中國移民了 再壹個則是中國人的工作態度 中國人實在是太拼了 我這裏不是想要搞民貶安保那套 中國人就是幹活幹的太過了 過到別人要跟妳競爭就要部分放棄自己的生活 但是大部分老外他不願意這麽卷 中國人經常會把壹些產品的零售價 做到比西方國家的成本還要低 這個產品線就沒有必要在西方繼續維持下去了 當然普通的老百姓不會想那麽多 他們會覺得中國的產品性價比很高 可是這樣發展下去 只要中國涉足的產業 西方國家就沒得玩了 因此西方人就強調全球產業鏈 強調分工 妳中國要拼也可以 我們不做的產業都給妳 隨便妳怎麽卷 但是我們知道 現在的中國它要做全產業鏈 這個就觸動了西方的壹些核心利益了 奪人錢財有如殺人父母 西方的媒體都是控制在富豪們手上的 因此這幾年 對中國攻擊的聲音也就越來越多了 川普是個老實人 他就是實話實說 因為中國人搶了美國人的飯碗 所以美國要幹中國 可是這樣做的效果並不一定好 因為中國正在發力的產業 基本上是美國的優勢產業 對歐洲的影響沒有那麽大 華為手機和蘋果手機 無論誰賣到世界第一 很多家都沒關系 東南亞這邊中國其實正在 故意放壹些低端製造業給他們 所以就變成了美國和中國一為一 其他國家看戲了 因此比較好的針對中國的辦法 還是從什麽臺灣 新疆 人權 民主之類的角度 來切入比較好 看起來是壹種出自感性的 對中國的質疑 其實這個是壹個出自理性的決定 因為性價比很高 我認為民主自由是個好事 但是過度的推崇 以至於影響到生活 那就是扯淡了 可是架不住有人性 像臺灣最近要搞的公投 就是純扯 除了希望可以不吃萊豬這事 可以說壹下 什麽核四藻礁 都是很專業的問題 老百姓沒有能力做壹個全局的判斷 你怎麽不公投下 一加壹得三 成功了妳就可以拿菲爾茲獎了 我們要了解壹個事實 老美推崇的民主自由 很大程度上 是為了創造壹個環境 讓他們的跨國公司 可以在全世界 唱不通無阻地賺錢 不僅僅是為了讓民眾幾年就可以嗨壹次的 我們前面說的兩個理由 是壹直存在並且難以改變的 中國初代移民融入度低 中國的崛起 導致西方媒體持續爆中國的負面信息 尤其這幾年達到了新高 接下來我們要說壹說 中國自己給自己製造的麻煩 中國的文化是要搞定壹件事情 就要搞定關鍵的人 比如說中國要去馬來西亞投資 那我先把妳馬來西亞的總理搞定 再把下面壹圈的負責人搞定 事情不就都搞定了嘛 所以大家看有段時間 中國的壹些專家是不是經常說 美國人不行啊 辦事能力差了 花了那麽多錢 事情都沒搞定 妳看我們中國不費吹灰之力 就跟哪個哪個國家簽到了大合同 合同是簽了呀 但是沒幾年人家政權就沒了 壹換政黨 前面的合同就被撕了 而且中國之前和下臺大的政權交好嘛 各種臺面下的交易跟著被曝光 當地的老百姓就連著中國壹塊橫上了 這個就是中國現在在海外粗放性擴張的壹個缺點 細節把控的不夠 只想著把丹潭城從來沒有考慮過當地的民意 沒有考慮當地執政團隊的能力 好多內宣就硬扯中國在非洲發展的很好 但是這裏我要給大家打個預防針 非洲的人民不壹定喜歡中國人 很多非洲人覺得中國在掠奪他們的資源 非洲的政權雖然親中 但是人民親美 而且在美國沒人敢公開歧視黑人 可是在中國卻不是個禁忌的話題 試想當非洲網絡越來越發達時 來幾個非洲的愛國人士 把中國各種非洲視頻下面的評論翻譯下放上網 妳覺得會怎麽樣呢 這一點妳看美國是怎麽做的 大把的NGO各種民主自由平等一通喜 大有一種美國人壹來就能上天堂的感覺 而美國的跨國公司也給力 他壹來就會給比當地更高的工資更好的福利 甚至哪怕妳是美國公司的供應商 他都會具體的要求到妳的工時工資補貼 妳說這個是不是很蠢呢 這樣會減少資本家的利潤 但是這就給美國建立了壹個比較好的形象 當地人就不會覺得美國人來是剝削我們的了 反觀中國做的就太不到位了 直接跟上層談 各種黑箱操作 錢也給的高高的 但是錢下不去 當地百姓沒有得到好處 中國商人來了更不得了 說妳們周末居然休息 趕緊給我來加班 名聲很快就臭了 中國自己給自己每月其名 叫不干涉他國內政 但是妳想想 美國人那是閒的嗎 非得花時間來干涉妳的內政 妳不把當地的環境給理順了 妳的生意做的長久嗎 妳的形象好得了嗎 還有中國的外宣 那都是神馬玩意兒 就是有人說我是外宣 我告訴妳我不是 在我看來什麽是合格的外宣呢 就是要能夠清晰的闡明 中國可以給其他人帶來什麽好處 什麽狗屁講好中國故事 妳跑來跟我講中國發展的多好多好 人民對政府有多支持 中國人聽的是爽了 外國人就想問了 妳跟我說了這麽多事炫耀嗎 我只想知道中國崛起對我有什麽好處 就像妳要統一臺灣 妳別跟臺灣人科普利史 妳得告訴他合起來有什麽優點 美國人說的是什麽 雖然妳會餓肚子 但是我可以給妳帶來民主自由 我還可以請妳來開民主大會 多有面子 妳要問我中國到底應該輸出什麽價值觀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中國的資本家們一直向外輸出的觀念是 我們要追求成功 生活什麽先放壹邊 中國政府輸出的觀念是 大政府 要壹定程度的限縮人民的自由 這種理念我非常的贊同 但是像我這樣的人非常少 而且我們這種人壓根用不著妳外宣來說服 妳跟我話說的太多 我可能把泥都給洗了 妳得去洗那些被別人洗走了 對妳不滿的人 妳整天自說自話有個鳥用 因此在牆外外宣們到底怎麽講好中國的故事 這個是值得花功夫的 目前來說我只能給中國外宣打個6分吧 滿分100 總體來說 我不認為海外有比較明顯的討厭中國人 或者針對中國人的情況在 但是中國在外的形象確實不佳 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這個問題 不能改變的那些咱們就不浪費口水了 說點大家能做的 首先如果你出國了 壹定程度上妳就代表了中國 妳盡量的表現的好壹些 哪怕不情願 也嘗試著融入壹下當地的社區 大家混熟了妳才有機會聊聊中國 讓當地人有所了解嘛是不是 再壹個是在中國的朋友 還是要努力的工作 如果中國真正的成為了壹個發達國家 大家習慣了或者說真的沒有辦法了 有些國家自然也就成為了中國的朋友 最後外宣部門 就是妳還是長點心吧 千萬別說什麽只要實力到了 什麽都好說 軟實力也是實力好不好 中國製造業再發達 也需要外部提供的原材料 高鐵哪怕快都飛起來了 沒有電也是對廢鐵